12月16日,澳大利亚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向下,就中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大卖采取的反倾销和反骨贴措施,向中方提出磋商请求。 中方已经收到该磋商请求。根据中国国内业界的申请,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卖一反发起反行销、反骨贴调查,并一反采取相应的贸易救济措施。 中方一贯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,开展贸易救济。 我们对澳大利亚提出磋商请求,表示遗憾,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处理。